没想到吧 NBA巨星奥尼尔不仅跑得比白米史上最强亚军泰森盖一款 而且还拉开了十余米的距离 轻松拿下胜利 让在场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难道NBA选手的速度比白米运动员还要快吗 或者是只要腿够长就一定跑得快吗 众所周知白米速度是一个形容词 在现如今的互联网上 只要某一项运动中 有一位运动员展现出极快的跑动速度 那他多半就被宣传成被这项运动耽误的白米巨星 但真的是这样的吗 2010年时 一档综艺节目为了寻找真相 就邀请了NBA巨星奥尼尔和全美敌人泰森盖一进行比赛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节目组没有找韦德 也没有找TJ福特 而是找了奥尼尔 来和一年前跑出9秒71的盖伊底 只能说节目效果确实做到位了 一开始 节目组先是来了一场热身 让奥尼尔和盖伊进行一场60米比赛 不过二人的起点不同 盖伊不变还是60米 奥尼尔则是起跑就领先30米 这也就意味着盖伊想要获胜 就必须在60米中 追回30米且超越奥尼尔 难度堪称地域级别 沃尔特来了也不管用吧 干一个输掉比赛 但也算是情理之中 毕竟开始就让了一半的距离 所以大伙就当热身看一下就行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热身结束后 节目组安排了一场三人接力赛 并且还给奥尼尔的队伍 安排了莫里斯格林 这位上一代统治级选手 最后的结果又将会如何呢 我想不用小排数大家也都知道 这场比赛满满的人情了呀 该以最后那放松的几步 轻松超越了奥尼尔 总算是扳回一城 总得来说 小排觉得大伙看了一乐就行 毕竟树叶有专攻 还是不要轻易拿爱好挑战别人的职业